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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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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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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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要去一山一石在這裡 安眉山的什麼太平淫體在這邊 我們從台南開了大概兩個小時才到這裡 這個步道不會太難 沒有太遠 我們可以稍微像散步一下 吸收一下奮多金 我們在山裡要秉持一個原則 就是看到廁所就上 看到加油山就加 有東西吃就吃 這樣才不會遇上什麼問題 對不對 對 枯水期沒有水的瀑布 那如果有水的時候你可以從這邊走下去 然後坐在那邊拍照 哇一定很漂亮 可惜現在沒有水 哈哈哈哈 這邊也有這種餐廳 可以用餐啊 或是吃下午茶 這邊還蠻舒服的 這山上溫度比較低 然後吸收分多金的感覺 這個步道走起來也不會太陡 舒服 舒服 新湖瀑布 也是沒有水 枯竭啊 這個圓潭步道這樣來回走 大概一兩公里左右 沒有很遠 沒有很遠 不講人家還以為我們帶了一個導遊小姐 專業的媽媽 這整片竹林 啊現在山裡面的天氣大概才20度左右 真的是舒服的天氣 很像就是五六月在日本那種感覺 只是這邊比較潮濕一點 但是真的天氣很舒服 都不用怕流汗 都不會黏黏的 就想像你現在在日本 想像 好難 用想像的在日本 好難喔 真的 心在日本 人在台灣 我心在別的地方 你在拍樹懶叫的聲音喔 樹蛙吧 樹蛙叫的聲音 你有拍到嗎 樹蛙叫的聲音 樹蛙叫 哈哈哈哈哈哈 也沒有比就好耶 雲毯這邊啊 在四到六月的時候 有一個賞螢火蟲的活動 大家可以上網去報名 在四到六月的時候 來這邊看螢火蟲 很舒服 不是看螢火蟲很舒服 是這裡很舒服 雲毯這邊有三種螢火蟲 也是在三到六月為主 那正確的時間 應該在公網報名的時候 會有寫 大家再注意一下時間 水超級清的啦 好想下去泡一下水喔 而且還有很多魚 唉唷好高喔 這就是樹蛙交配 所以會有樹蛙叫的 我們今天平日來 結果整個園區都沒什麼人 然後 這邊這樣 都沒有人 很舒服 然後從下面走下來 大概是30分鐘左右 慢慢走 一邊走一邊拍照 很輕鬆的一個步道 就是如果大家有來梅山 要去1314經過圓坦的話 可以下來走一下 氣溫很舒服 走起來也很舒服 還有廁所 看靜靜的 讚啦 我們現在就回城 然後回遊客中心 往1314去 水超輕的 超遠的 要去泡一下水 而且超多魚的 水超輕的 超遠的 要去泡一下水 而且超多魚的 掰掰 我們到1314觀景台了 這邊路超小條 天氣不太好啊 霧氣超濃的 上來觀景台這邊 霧茫茫的 我們等一下走那個 茶園步道下去 看看能不能看到什麼風景 這邊種的這種茶 都是金軒 有點鋸齒種的 都是金軒茶葉 哇 看不到鏡頭 這個茶園步道下來之後 就是剛剛上來的車道 所以走下來要在原路走上去 他就是主要是那個觀景台 然後跟這個茶園步道而已 但是因為今天 霧氣很重 所以在觀景台 也看不到什麼東西 我們就回城 然後找個地方吃飯吧 沒有沒有 他毛好漂亮喔 我們在下山 要回眉山的路上 經過一條吊橋 覺得很漂亮 就停下來看了一下 他今年三月才剛蓋好 蛤? 他今年三月才剛蓋好 真的耶 剛蓋好沒很久耶 來 我們在下山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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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這種高度 哎呦呀 把手伸出去 啊 腳超軟的 腳超軟的 不行不行 喔 這種高度超可怕的 這種四五前走的高度 所以讓人家害怕了 不行不行 往下看腳會軟 不能往下看 來 太平老街 吃午餐 現在兩點 不知道人家有沒有開 趕快 趕快 現在平日開的店家比較爽一點 我們還不知道吃什麼 吃飽了 吃飽了 酒 午飯 沒有酒 只有飽 但是 穿車都不行的話 裡面滿好吃的 至少是熱的 滿香的 現在去太平雲梯 走走看那個吊橋 還沒有來過 它開放了這麼久 那如果你來的話 他們在遊客中心 賣一張全票是100 你可以在Klook 買會比較便宜 那我們就上太平雲梯吧 感覺蠻害怕的 感覺蠻害怕的 進場吧 你走過來啊 你走過來啊 你很像 很像剛從媽祖那裡走回來 其實還是有點可怕 恐懼是想像出來的 你用想的就會覺得很可怕 腳發嗎 不行 腳會軟 不能往下看 滿害怕的 往下看真的不行 我們還是處處通過好了 怎麼掉球的以後還是比較爽 不行 我不能高我不行 它太平雲梯這邊是單向的 就是你從那邊走過來 它就是讓你走一個樓梯回復歌場 它不能讓你回頭 但是 人多在走下來 其實橋還是蠻晃的 這個是他們這邊的平面圖 大概的分布是這樣 老街沒有很大 然後雲梯還蠻簡單的 它再上去它有一個觀景平台 我們就不上去了 反正今天也看不到東西 太平雲梯走完之後 又走一段只走斜坡的樓梯回去挺車場 我一開始覺得這個太平雲梯走起來沒什麼感覺 因為它其實不會晃 但是走走走 你走到中間的時候它就開始 越來越高了就開始怕 太高我都不行 極度恐高 我們現在來這個路 現在來這個路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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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馬場 現在來這個路馬場 車站 它是可以搭車直接上阿里山的 它是一個還蠻輕優的車站 然後經過 繞進來這邊看一下 整個很輕優的感覺 但是最後一班車好像過去了 4點20 現在4點35分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邊 稍微繞一下 可能就去加一吃飯了 它這邊這個方向是往 往阿里山 另外一邊是嘉義 可惜慢了一步 很舒服 這是那種 傍晚時間你也坐在這邊 然後吹個風 聽個蟲鳴鳥叫 喝個飲料這樣 然後等時間到太陽日落 回去吃晚餐 很適合下午用來放鬆 放空的地方 很舒服 這邊有時刻 你可以把車開到這邊來 然後搭車上奮起火 玩玩再回來 在這邊放空 又來吃這間豆豆小龍湯寶 因為上次介紹過了 我們就不多做介紹了 有興趣可以點右上角的影片去看看 再一次的飯堡 飯堡 有夠堡 我會來找我 我會來找我 看見我 我會來找你 對我 我會來找你 請你 我會來找我 你 有一個小小的情形